Shradin与阿诚是阿特茶水间的地头蛇 你要继续被老板压榨还是来跟我们聊天呢 建议大家偶尔偷懒一下与我们轻松谈论品时生意南下宴的艺术吧 欢迎来到阿特茶水间我是Shradin 我是阿诚 听到这个回音想必又是 每条大街小巷 每个人的嘴里 这面的一句话 就是恭喜恭喜 有听过这个版本了吗 没有 你们知道这首歌其实不是过年歌吗 它不是吗 它不是 它一开始写出来的时候不是过年歌 它是庆祝抗日胜利的歌曲 哦 对 昨天不是要给你们听原唱歌 所以它是台湾原创歌 就是对啊 就抗日胜利 庆祝的歌曲 所以中国不会有这首歌哦 我不知道耶 下次我们问一下中国网友 我们中国一直也有就是0.6的收听啊 这0.6的人不会被抓走吗 我不知道 加油 那你又要分享什么吗 我 好那我就分享刚刚在 现在是那个啦 现在是过年期间 难怪我要唱这首歌曲 今天是初四 大家在听的时候是初四对不对 初四已经快要结尾了耶 就是开工啊 好可怜哦 还是要继续睡 诶 是哪一天可以睡到饱 过年是哪一天可以睡到饱 有这种事吗 有有一天要睡到饱 一天不能睡到饱 蛤 不能睡到饱是只 就是要 就是你不能睡到自然醒 但是有一天是可以睡到自然醒 可是你上班都没有睡到自然醒了 不是也是过年期间 对啊就是有差吗 那是一个那个啊 习俗 我是你刚才你刚才要分享什么 分享什么 就我朋友又推荐我另外一个 玩网路聊天的东西 那个哦 什么clubhouse哦 不是不是 叫什么wtalk 哦wtalk已经久了吧 而且我刚刚才知道耶 蛤 wtalk已经蛮久的啦 真的 它还是用讲话的对不对 就是聊天没有任何资讯 就上线随机跟任何一个网友 那你有玩过goodnight吗 没有 goodnight是不是要聊讲话 要讲话的 那就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是就是讲话 喂 在干嘛 所以张艺都是玩goodnight吗 你说恋爱的 好像是goodnight 哦 对好像是 他都调到一些很有趣的人耶 可是他恋爱最近好像有一些那个争议 所以他比较少做 啊 嗯哼 哇我都很想看 而且他每次说他每次恋爱 就是那个主人翁 那个男主角都会找到他 都会发现他是张艺 事后 就事后啦 嗯嗯嗯 好那毕竟今天过年期间 我们就来点民俗风 民俗风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点民俗风啊 好啊 就 来个 迷信大师好了 ok啊 因为毕竟我们也是迷信 大师 要迷信吧 一定要的啊 所以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 嗯 帮艺术家看面相吗 这个我不太会看面相 面相有点难 面相可能要请那个 存心糖咖啡馆 好 或是紫微斗书 不过我们可以帮他们算塔罗 或者是先解析他们新作 嗯 我们现在重点整理一下我们几个 就是比较重点的那个 之前介绍过艺术家的新作好了 考考大家 当然 给你们两秒钟的时间想 毕卡索什么新作 一二 天蝎座 哈哈哈哈 来 各位观众朋友 Bob Ross什么新作 一二 有吗 有答案吗 没有 天蝎座 张鱼哥什么新作 诶这很难诶 对因为张鱼哥 我们那时候着重介绍新作吗 好像也是蛮 有有我们有我们有讲 可是他有两个对不对 我们就说他到底是 没有我们在猜 他新作的时候就觉得 他是不是那个处女作 哦 结果他是天秤座 对结果他是天秤座 但维基百科上面写是这首座 不过 大家觉得是哪一个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天秤啦 我觉得是处女作耶 还是处女是不是 嗯 好吧 而且我 夏天你觉得呢 我觉得处女作 是吗 好像是 我自己就回家又看了几个 那个 海绵宝宝的小片段 然后就发现 干 张鱼哥真的是人 就他真的是里面唯一正常的人 他也不太正常吧 他很正常啊 就是我们一般人会想要抱怨就抱怨啊 就不像海绵宝宝那么乐天 OK 对啊 最近那个Netflix上也有海绵宝宝 大家可以去看 而且有些我没有看过耶 台湾配音的吗 是台湾配音的 都是旧的啊 可是有一集真真那个暴涨期 我就没有看过 真真暴涨期是什么 真真就进入青春期 然后他就有一个 就是金鱼 开始疯狂成长的阶段啊 然后他就一直在家里面 就他就变超大字 然后就一直跟谢老板说 我还要去 然后谢老板就半夜去偷别人冰箱啊 然后就把张鱼哥的那些什么 高级的烟肉都偷走了 没看过耶 对啊我就没有 冰箱有在一起 然后后来就他 他一直吃不够 海绵宝宝就给他一个美味 美味蟹宝 然后他就 谢老板就说 这是一个美味蟹宝 怎么可能喂的宝他的女儿 然后结果喂下去之后 真正就变正常了 然后 你是破梗 蛤 你这是讲完了 没有关系吧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就是然后海绵宝就说 因为那个蟹宝是用爱做的 所以这是 老话一句 还能战胜一切吗 还是必须吐槽屁啦 屁啦 真的屁啦 好啦 那我们要继续介绍星座吗 还是我们就让大家再去那个 讲一下 整理一下 好 那霍夫曼呢 大家还记得吗 霍夫曼 做那个 是什么 黄色小鸭 黄色小鸭的那个 好 牡羊座 牡羊座 来 牡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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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爱雪 双子 说 好啦 那这边就是帮大家一些重点整理 然后 欸 还是我就想到说 还是我们之后每一集的前面都加一个本周运势 既然我们就是要讲这种星座话 还是我们就每一集加那个本周运势 我开玩笑 我觉得有点难 因为我们可能都会预录啊 哦 也不知道哪一个礼拜是哪个礼拜 对啊 我们只能瞎掰 好吧 想说可以 有啊 有COG 再可以一个阿诚的运势啊 啊 每个礼拜就 阿诚运势周报 每个礼拜 对 然后就每个礼拜都录那个阿诚运势周报 放在最前面 不管是哪一集 你们觉得有需要吗 好像不需要 没有 就你 就我们两个不用做 就你做 啊 我就擅自主张把它加进去啊 嗯 我就 我就不要 万一不准 而且大家会不会就只听开头 就不继续听下去啊 欸 会哦 还是我们就放在最后面 还是我们就放在中间 哦 广告 对 没有广告的时候就放这个 本周的那个星座运势 欸 没有广告的时候好像可以就放这个 对啊 好 那我们之后来做 不一定会做啦 开玩笑的 开个投票啊 要做就 嗯 点个赞 好 好啦 那我们今天就 那因为我们今天要讲迷信啊 就是这种民俗的东西 我们就来讲讲 势必是要讲到神秘学嘛 是的 那首先我必须要先那个 呃 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好啊 好 你们参考看看 就是我觉得艺术跟神秘学 可能本来就会脱不了关系 嗯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嗯 因为先不论说艺术本来就是 最刚开始是服务神秘领域的 一项 技术 或是一个领域 嗯 那呃 因为 因为这两个都是 就艺术跟神秘学本来都是在精神层面里面去找沟通的方法 我觉得啦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可能会有类似的属性 那讲到神秘学的话 我就避免说要来点灵异小故事啰 你们敢听吗 如果不敢听的观众朋友先那个 不管 先听 听看不会很恐怖 这是我自己的那个展场 展场鬼故事 是 就是我还在学校的时候 呃 大学期间 然后我们要 我们有那个升级展 然后 呃 我那个时候是 副招 反正那个时候在 布展的时候就是要把控整个场面 所以我就拿一个黑金刚的那个 就是反正扩音器嘛 然后就拿着一个麦克风是无限的 我就在展场里面走走走 然后就跟谁说要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已经在 晚上大概十点吧 已经在收场了 就在 就在学校的那个 艺术中心 哦 然后呢 已经在收了 就已经里面的人已经 大部分的人都出来 就只剩下几个人在里面微调 但是因为展场那个展 墙都已经架好 所以我其实看不到里面的人 就是我只能在门口 然后讲说 哦就是大家差不多可以出来咯 哦 然后 小心 就是回家小心咯 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呢 我就 呃在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 因为 因为那个什么 黑金刚也是放在门口 所以黑金刚就在我旁边 然后我拿着麦克风 我就听到 有人在 唱歌 一个女生在唱歌 嗯 然后我就先 我就刚开始心想不对吧 因为那个麦克风有两支 嗯 我想说 奇怪是谁给我拿着麦克风在里面玩 然后就有点不爽 因为我想回家了 嗯 然后我就说 是谁在给我玩麦克风的哈 然后结果就另外一支 拿着另外一支麦克风的人 就从我前面这样经过 然后就 哎 麦克风 哈哈 哦 谁在唱歌 然后结果是 那一边就是大概有 好多人都有听到 有一个女孩子在唱歌的声音 哦 结束 好听吗 她在唱的歌 听不太清楚 就是第一 很 就是有点呢喃这样子 然后就是 只是你会听到有个女孩这样子 嗯 就唱一个 有一点旋律 但是你听不懂她在唱什么 哦 哎 好多人都有听到 然后我们就 装没事 就回家 哦 结束 你可以跟她合唱啊 可是我不知道她唱什么啊 万一她唱的是一些什么 阿令的 我就唱了 我就一定 把她压下去啊 哈哈 很说要唱也是先 先过我这关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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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这很恐怖吗 应该还好吧 不可怕 不可怕 算是展场的一种 小灵异 有到灵异吗 啊你们两个研 研究是不是有那个 麦克风不是有声 不是 那个研究室 那个麦克风是 好像是 它那个 那个收音器本来会 就是 它内建有那个radio的 然后它就修抖 它会一直收到radio的讯号 嗯 啊说不定黑金刚也是啊 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 也有可能 好那就 可是我 我偏向它是闹鬼 因为通常 展场闹鬼 不是那个唱片歌手 发片那个 录音室闹鬼都会大红吗 啊你有大红吗 可能要啦 哈哈 这么丑 哈哈 哈哈 不认我们录音室 还是我们现在闹个鬼 哈哈 有啊 我最近 手臂一直被抓 我在想就是被鬼上身 什么 就是一直有莫名的抓痕 那你要小心 还是其实是沐浴球 一直在刮我 有可能 沐浴球要换了 那个拖线可能会刮你 你那 Sharding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灵异鬼故事 跟展场有关的 没有 没有耶 啊 就只有教室那个radio的声音而已 那个超不恐怖好不好 那一开始听到会吓到 但是我就凑上去听 我就哦 真的是电台的声音 对啊 对 蛤 那我学校还有鬼故事 要讲吗 学校还有什么鬼故事 就是我们有个同学 在闭制教室 自己一个人 因为那个时候都会待 他都会待到闭制教室很晚 就是半夜三四点那种 就只剩他一个人 他在那边睡睡睡 然后呢 就趴在桌子上睡 睡一睡之后 他就做梦 然后就梦到有一个 他就梦到他在艺术中心布展 然后就大家都在布展 结果就有一个 很可疑的阿伯 就走过来 就是展场前面 然后想要闯进艺术中心 然后那个同学就是 他梦中就去跟那个阿伯说 哦我们在布展 你不可以 就是自己进来参 这现在也没有办法参观这样子 然后那个阿伯就 有点凶的 就是要 要抓他还什么的 然后就 反正那个阿伯 他就说那个阿伯很恐怖 就像流浪汉那样子 然后就要硬闯 哪一个流浪汉 真实的路边的流浪汉 就是 很可怕 臭臭 臭臭 不是 呃 呃就是比较不 怎么样 就是很久没有洗澡 对对对对 然后面目猙獰这样子 嗯哼 然后就说要去 就要抓他这样 然后就很恐怖 然后他就 他就被吓到之后 他就醒来了 他就想说 哇很恐怖 他要回家 然后那时候他就这样 走走走走 走去校门口 他就灯关一关 要走去校门口的时候 因为校门口不是有那个吗 校狗斑斑 对 然后斑斑不是平常都不会理人吗 哦 他就自己在那边睡觉嘛 结果那天他回家的时候 慢慢就疯狂 他就看到他就疯狂 要冲出来要咬他耶 啊 他是不是看到后面有什么东西 对啊 很恐怖 不是咬啦 就是 要咬啊 他要咬他 然后是管理员把他抓住的 哦 是不是很可怕 很可怕 这个就有可怕了吧 有有有 哈 可是我们这样讲鬼故事 不大家就关掉了 先不要 好那我们来讲那个好了啦 神秘学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东西 可能跟神秘学会有关系 啊 跟艺术也有关系哦 先不要转台 我觉得你刚说的那个 神秘学的艺术脱离不了嘛 因为我也觉得说 可能是在文字还没出来之前 他们都会透过一些方式 一些征兆 或是一些既有特定 或者是普遍性出现的一些符号 去作为理解这个世界的方法 或一些现象 对 像是之前在 DVB里面有说过的那个甲骨文 他也是用那个去占卜 啊那个字 甲骨文也是从那个 龟壳上的列文 去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字 所以他其实 不一定一开始就是 文字就先出来了 而是有很多的图像 去指称某一些东西 然后他们才能慢慢转变成文字 对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神秘学到底是什么 好的 什么意思好了啦 神秘学 其实他就是很神秘 哈哈 没有他在 他在维基百科上面的 有些定义啦 就是秘密的知识 然后超自然的知识 知识 超自然的知识 啊 还有神秘学是某种超逻辑 或者超物理定律 或者超越精神 感官 超越感官之精神 现实的研究啦 反正就是很神秘就对了 鬼灵精怪 古灵精 都可以啦 都可以啦 那我们就必须讲一下 这个东西是真的是一门学问 因为真的有一个学校在教这个 叫做格瑞魔法学校 它在美国 可是我印象中 好像英国也有一些 教魔法的学校 或者教授神秘学的学校 然后但是这一间 美国这间格瑞魔法学校 它是世界上唯一所被官方承认的 巫术学术机构 就是它是真正的学术机构 只是它里面教的是神秘学 被谁承认 美国政府啊 就是它是 何可 就是被美国政府认证过的学校啊 就它是 它是一个学术机构 但是美国政府没有说 就是他们承认神 就是 有鬼这样 对啦 它就是 只是那个 有申请过那个 它是 正式的学术机构 就这样就对了 然后呢 在那个格瑞魔法学校里面 它就有16个系哦 然后学生还被分为四个派系 分别是 风水土跟火 就很像哈利波特那样耶 嗯 对 然后每个颜色就代表不一样的课程 比如说 电蓝色是魔法入门课 然后银色代表的是 自然哲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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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那个 风水土跟火 那是不是跟塔罗有关 对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四个元素 嗯 对 就是神秘 西方神秘学里面 就是四个重要的元素这样 嗯嗯 好 那要做多讲解吗 风就是宝剑 水就是圣碑 土就是金碧 火就是权杖 好 好 你们要抓肉吗 抓什么肉 它很多值得抓肉啊 就是一个骗人的学校啊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 它应该是有一些认真的耶 可是那个校长跟 那是它 校长夫人吗 它看起来很像骗子耶 还要把它看起来就是邓不利多啊 然后那个校长夫人 她那个头上的皇冠不就是那个吗 魔戒 不是不是 不是就是那个 那个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蓝色 Ravencloud的那个创办人 她的那个吗 也很像魔戒的那个 精灵女王 或者是那个爱龙王吗 对爱龙王的 它叫做千牛花耶 那个校长夫人叫千牛花耶 因为他们都是自称是巫师耶 巫师也只能自称吧 要怎么别人说你是巫师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这所学校不是就是 可以啊 比如说那种 呃 非洲那些的 那也不是他们自称的吧 你是说巫医 对啊 萨满那种 对啊 哦 而且他还说他 那个校长他自称 他创造了 世界上第一头独角兽 有啊他真的有创造啊 这很变态 可是他那个是用很变态的方法创造 他是养了一头山羊 他年轻的时候 然后呢 他在那个山羊的头上 透过一种手 就是那种微创的手术 还是什么的 反正他就缝了一根羊角 在他头正中间 这就个 哦 人性无功吗 对啊 自然哲学 可是你看他像就是有教一些 呃 真的有用的东西啊 可是要怎么看到成果 怎么看到成果 就是好 我们今天三个人进去了 啊 我们要 我们毕业要怎么看到成果 我应该是说 因为应该是说你们对魔法的想象是 停留在哈利波特 但是魔法他其实就是 西方的魔法 所谓的那个 wizard 他其实就是跟 萨满 跟我们所说的那个 当鸡是一样的 哦 然后但是他们 他们不是一个 他们不是一个信仰 就是他们没有神 他们是信仰大自然跟宇宙 然后他们就是 呃 那个就是以前的 魔法就是以前的科学啦 嗯 就比如说炼金术啊 然后一些医术啊 对就这样 你被说服了 Shutting 没有 没有吗 里面还有 马语 马语啊 蛤 宠物沟通吧 哈哈哈哈 这就宠物沟通的意思吧 可是 只能跟马 可是我觉得应该大同小异 就是你如果可以跟马说话 应该也可以跟狗说话吧 我猜啦 不对 就是你会说俄文 那你会说西班牙文吗 可能 就是 一样是人类的语言 哈哈哈哈 而且它有分等级 还有升级费 对 然后它就会变成不同颜色 会去认证 你是多高级的巫师 这样子 哈哈 你会觉得很有趣吗 诶 你现在在做什么啊 哦 我现在在上魔法学校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它还有一些 制作魔杖的课程啦 就很像美术系的雕塑课 因为它 它是 有一些 钻科技术 跟材料学的部分 不过就是 蛮好奇说 为什么 一定要 巫师一定要长这样 就是魔法学校 一定要长这样 我觉得这不一定 因为 就像艺术家 一定要长这样 对啊 好像 就一定要穿 袍子啊 戴皇冠啊 要有权杖 什么魔法杖 魔杖 才可以有 什么神力的感觉 它那个魔杖啊 诶会不会讲太多 关于这种神秘学 反正 蛮冷 就是蛮冷的知识 反正魔 反正那个魔杖是 我们可以看塔罗牌里面的 魔术师那张牌 其实魔杖是 魔法师 或者是说魔术师的 那个 道具里面的一环而已 只是大家都可以看 大家都只是有印象 他们拿着魔杖 但是魔杖其实就是代表火 然后他们通常还会有一颗 比如说水晶球 可能是水 然后或者是他们 呃桌上会摆个杯子 可能是水的意思 但是他们 反正他们就是身上 会有四个元素就对 哦 所以他不一定 一定要是魔杖 他可能拿一个 不是只有魔杖 不是只有 哦对 他可能在做别 别种属性的法术 打火机 不行啊 他可能在做别的属性 他们那个是要自然物 哦 对 他们要自然物 好不好 好 好 OK了吧 应该有解释到吧 有吧 有吧 说服不了我 不相信有世界上有魔法吗 不会不相信 只是又应用这种就是 太包装了 就是美术系啊 而且你们知道这一所学校是很新的学校耶 他2011年才创办的 那才10年 很新啊 所以我才说那种 英国应该有更古老的那种 教神秘学的学校 而且他学费其实蛮便宜的啦 真的吗 30美元 啊真的啊 你说最高级嘛 对啊 这么便宜 这么便宜 那是 那我也要去拿一个魔法师认证 30美元 900块啊 是900 我数学超烂的 我刚才怀疑我自己 这么便宜 那我们下次也去拿一张好不好 这样可以说我是认证过的魔法师耶 还是我们去拿哈利波特就好了 入学通知 这样我们节目名称会变得很长哦 台湾首个闲聊艺术 通过魔法认证的 魔法世界认可的 魔法师 魔法研究生 可是这么便宜的话我会想拿耶 可是 这样你们双学位耶 而且我是有学过黑魔法的 他们有一个必修课是黑魔法防御学 是防范 防御 那你要防御你就要会黑魔法 他有另外一个科系是在教黑魔法的 然后但是 但是黑魔法防御是每个人都要学的 对我昨天有去看他的那个一些课纲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这个东西 好我们刚刚讲到哪里了 然后还有刚刚他里面有说到学哲学吗 哲学就一定要吧 一定要 可是我觉得哲学是除了台湾 应该说欧美地区都会学的 他们大部分好像都会多少学一些哲学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像法国吧 他们不是都在念哲学吗 台湾哲学会不会就是比较少接触西方哲学 是因为我们喜欢教一些 学校喜欢教一些中国哲学思想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是把中国的哲学思想当哲学来看 是当课文 教条 对 儒家的那种 就是他是怎么写法 然后他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没有教你他背后精神 他只是教表面而已 对啦就是教你说 要怎样怎样不能怎样怎样 对啊对啊 弟子归 圣人训 首校替 不会念了 不会吗 不会 好那我们希望可以再深化了好不好 还是呼吁 好那讲到我们结束魔法部分 我们来讲认真正经的 应该大家都可以认可塔罗牌了吧 不一定我觉得有人不一定 有人不行 我是说你们 其实也是会怀疑啦 嗯 好 哈哈哈哈 可是 昨天那个什么 Trollsharding的那叫什么牌啊 那两个 彩虹牌卡哦 彩虹卡跟另外一个是什么 那个大天使神域卡 那个我不相信 神域卡其实也不会不相信啊 神域卡跟塔罗牌 它其实是一样 一样 一样机智的东西啊 嗯 我不要那种充满正能量的东西 有些人就需要正能量怎么样嘛 哈哈哈哈 而且 神域卡跟塔罗牌 不 我觉得不太一样是 像 以彩虹卡来看的话 它只有颜色跟文字 可是塔罗牌它有很多符号 哦对啦 嗯 神域卡也比较少符号 它上面就是会有大天使的形象 对对对 比如说有拉菲尔啊 麦克啊 什么之类的那种 可是我好奇彩虹卡 你们不是说那个 每个颜色都有代表它的 它就是脉轮啊 对那比如说我今天抽这个 那我就会下意识 就如果我已经知道 那个每个颜色是什么 那我就会要知道 要去抽哪里啦 对啊那就是 这就是跟那个 就是你会塔罗牌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玩女人 我最大的那个抽塔罗牌啊 嗯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塔罗老师去女人 我最大的那种节目上面 就是说来看这四张牌 然后你依照你的直觉 选一张 哦哦哦哦 啊如果你本身是会塔罗牌的 你就没有办法玩这种游戏 真的真的 对 就只能靠一些什么 小东西 对 然后它会盖牌 你去选那个物件 对 你如果是懂塔罗牌的 你就只能玩盖住的 你就不能玩他们那种 就是选一张喜欢的 嗯嗯嗯 因为你就知道每一张是什么意思 对啊 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用 没有办法测准 因为就选最好的 最屌的那一张 哈哈哈哈 要选就选最屌的 我们会讲到塔罗牌是因为我们之后会 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塔罗牌跟 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关系 嗯嗯 这样子算是有切入到我们 呃 艺术的领域了吧 有啊 我们刚才都在瞎聊 会吗 刚不是在说魔杖 认真讲魔法 我们没有在瞎聊 认真讲 那你觉得塔罗牌呢 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塔罗牌是古老的催眠工具 嗯哼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有懂拍很多牌卡的 嗯 不只是塔罗 他还有像玩偶卡 偶卡 其他的也有跟我分析什么大天使 还是神域卡的一些典故吧 嗯 然后他就说他 呃 比较不相信的是塔罗牌 怎么说 因为他说塔罗牌有太多符号 然后他们就会用现有的既定的那些样子 去决定说要怎么去讲 嗯 他就没有一个 他是单向性的 你抽到什么 那你就是什么 那他没有一个回向 回复的机制吧 就是像欧卡 就是他没有任何 他是有图像没有错 但是他可以任由抽牌者去解读 他对于这张牌的意义 而不是由牌去决定你的意义是什么 啊这样听起来好难解读哦 要功利是不是 要靠经验 你说哪一个 欧卡 欧卡的话是抽牌者自己讲 所以听的就是帮他测试的人 他只能引导的部分吗 他也不能引导 就是他可以经由他的一些回答去知道说 那他现在来的心理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他是靠观察他是怎么样解牌的 对 然后再去解释他这个解牌 哦 对 他有 有点像是帮你统整说 那你对于这一个你想要测试的这个主题 你是怎么看的 他只可以帮他整理 但是他没有办法说他就是怎么样 哦 塔罗牌很好用啦 是很快速 因为欧卡我没有玩过 但是我也蛮有兴趣的 哦 对塔罗牌的话 塔罗牌我就是觉得他就是一个生活小帮手 哦对 对他就是可以帮你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 而且你就是可以 你就你懂吗 可以动见未来的感觉 很爽 可是他 他有时候你就是解牌会 不知道怎么解 哦 对他塔罗牌难在解牌啦 哦 不然的话他其实牌摊开其实就是 就是跟你讲了 只是你不知道怎么解 可是如果你要解 你也是很 可以随便解啦 我觉得大部分其实要靠直觉 因为很多人在学塔罗牌的时候会 就是会一直 就是书上写怎样就是怎样 然后书上有好多意思哦 这张牌书上有好多种意思 他不知道要用哪个方式去套 要用哪个意思去套这个状况 所以 其实塔罗牌在解牌的时候 很靠一个就是 自圆其说的能力 哦对 然后还有你要 你要想办法去把这个故事说完整 说就是他是靠 他其实靠逻辑 再加上一点点 呃 直觉 嗯嗯 对所以就是很活用的一个牌 嗯嗯 像我自己会在网路上看那种 给你牌 呃 选牌的 给你一个小物什么 选小物 然后他就盖牌给你选 嗯 然后他们摊开我就知道这个人到底会不会讲故事 哦 他就会可能都用同样的词汇啊 或者是卡词啊 然后就说就是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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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其实那个词就是你可想而知的那些词汇 嗯 我是没有在玩那种大众占卜 对 因为自己就会就不用玩 哈哈哈哈 因为我想要看看说我说的方式 跟别人说的 对对对 差在哪 就或者是从他们怎么去解牌 哦 对去学 嗯 因为我现在还是看书阶段 我也会翻书啦 只是就是 呃 还是要靠自己啦 就是也不是说靠自己 就是你 你可以 过一段 过一个时间之后你就想说 把书合起来先讲看看 然后再翻开说看 你讲的 有没有差太多 嗯嗯嗯 嘿 啊我还有别的那个 我还有别的占卜工具 我等一下可以介绍给你 哈哈哈哈 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哎 by the way 这样子的话我算是都会巫师吧 哈哈哈哈 哦 学美术 然后又 呃 学 看哲学书 然后又会占卜 对 哈哈哈哈 听起来我们很迷人 然后用 啊用苹果产品 哈哈哈哈 很 很怎么样 很矛盾 有点像是 那个 白雪公主里面的那个 后母 哦 哈 因为他就 因为很 苹果啊 然后又 又算是时髦 对 时髦 然后但是又会巫术 白雪公主有 名称吗 你说他本身的名字吗 对耶 他叫Snow White啊 不是吗 Snow White 突然想 哦他就是名 Snow 姓White 哈哈哈哈 他中文有名称吗 白雪 Snow White 没有好像就叫白雪 白雪公主啊 然后他就叫白雪 对啊 雪莉 雪莉又雪莉 好 这边进一下广告 好玩工作室 以贴近生活的温度 带给大家创意好玩的内容及作品 希望在日常生活中能单纯的亲近艺术 享受独特的生活品味 简单来说呢 他们的最高宗旨就是 开心的创作 拥抱快乐的心情 作品类型不限 有板画 陶瓷 客制化活动等等 那他们现在目前的主力呢 在艺术家手绘的瓷盘哦 使用右下彩加透明右 然后是以1230度的高温 烧制的安全瓷盘湿器 每个都是独特 具艺术性 限量且唯一的作品哦 FB IG请搜寻 好玩工作室 那好玩工作室呢 他们这次要送出 五张版映春联 是2021年牛年的板映春联哦 要当作是新年礼物 送给阿特茶水间的听众 春联本人是用 台湾制万年红宣纸 加专业黑色板映油墨制作 贴在家门户外日晒 受潮不褪色 肯定鲜艳一整年 保证黄水黑大半哦 那要如何取得 这五张板映春联呢 只要按赞追踪 阿特茶水间 不管是FB或IG都可以 然后我们会有一篇文章是 Happy New Year的文章 下方留言 说出最好笑的吉祥话 我说的是最好笑哦 阿不要不好笑哦 提示我喜欢写音梗 然后我们将会选出 最有创意的五位 送你们一个人一张 好玩工作室的 牛年版映春联哦 要最有创意哦 最好笑的 好 我们回来 继续讲那个塔罗牌 我们等下会切入精神分析 大家不要紧张 对我刚刚说那个 别的占卜工具啊 就你知道零摆是什么吗 我知道啊 它不是就一个很像项链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没有很好用 它到底是真的会自转吗 呃 我这个我就是也是纯仪啦 但是我有 但是没在用 你有玩过吗 有啊 可是我 我有玩过你的 那我觉得 就是测不准耶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怎样 哦 但是它好像是古老的一种占卜工具 好 有但是不会用 那它跟那个什么 这种文具店卖的那种 也是像零摆 但是它底部是摆沙子 那个也算零摆吗 不是 那就是漂亮的 哦 那个是物理的 就是底盘有一个浅沙 然后它就是一个零摆的样子 一个锥状体 然后你去动它 然后它就这样一直画 画那个沙子 没有那是物理玩具啦 哦 那是科学玩具 嘿嘿 对 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个 呃 塔罗 我先讲一下塔罗派好了 我觉得大家应该觉得塔罗派 可能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但其实我们可能 常常都跟塔罗派有接触 那就是扑克派 哦对对对对对 对扑克派其实就是塔罗派 嗯嗯 啊 它是塔罗派衍生出来的啦 它因为 因为那个以前塔罗派在那个 大概15世纪的时候 在欧洲 就是被发明出来 但也有人说是在中国发明出来 然后才穿上欧洲的 但那个就不管 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呢 塔罗派在15世纪 16世纪的时候 塔罗派在 呃欧洲就是 呃 蛮流行的 在皇室啊 一些宫廷贵族里面 蛮流行占卜的 但后来基督教 就是怎么样 take over the world 哦 对基督 基督教壮大之后 其实教义是禁止占卜的 嗯嗯 所以塔罗派就变成 要躲 躲起来 然后塔罗派在很 后面很长一段时间 都变成一个游戏 就变成 呃比如说赌博啊 或者是反正就是像 扑克派那样子游戏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 就把那些图案简化 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 扑克派 嗯嗯 就是这样子啦 难怪有些 像大众占卜 会用扑克派来讲 扑克派对 他四个花色就代表四个元素 然后一样123456790 这样 嗯嗯嗯 呀 只是他就少了大张的牌 他 大张的牌 他就是50 52张人物牌啊 嗯嗯嗯 52张小牌这样子 就是元素 123456790 然后还有 啊他还少了那个 他还少了骑士 欸他少了骑士对 哦哦哦哦 对对对对 人物牌的部分少骑士 好 好那我们是什么时候 你是什么时候 接触到塔罗派的 塔罗派我好像高中有 被别人测过一次 就是他在练习 嗯 那你觉得呢 那个时候 那时候就觉得 骗校耶 哈哈哈哈 那完全忘记他 测了怎样的结果 就觉得他就拿一块红布 在那边吹吹吹吹 然后 红布 就是那种容 吹吹吹吹 哇他那他 那他以那个仪式感很重 很重 注重心事 什么是吹吹吹的 就是 抖一下 对抖一下 他就有点像是 买书送的那个 工具包 他很注重心事耶 对啊 我就是哪一块 破布垫的 我用毛巾 哪一块破布垫的而已 然后就 在那边洗牌啊 搓牌什么的 我就完全 就那一次 然后之后也没有再测过 但就是种下一个种子 对 就是知道 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我觉得 对占卜的东西 就蛮有兴趣的 嗯 结果后来 就这两年 就开始看 看那个大众占卜影片 就从失恋的时候 就开始看 然后就想说 那就来学一下 怎么占卜好了 所以就买了一副牌 对 然后就开始看那些东西 然后就觉得还蛮不错 其实 其实应该是说 就会 如果你仔细去 呃 研究它的话 后来就会发现 它其实是博大精神 哦 很复杂啦 还是你没有这个感觉 呃 没有 我是说 就是跟精神分析 相关的部分哦 哦 所以你买 就是觉得 买好玩的 买一个 兴趣 对啊 就是觉得 可以 呃 转移焦点 对 我跟你说 你可以怎么样练习塔罗牌 怎么 那是我以前的练习方法 但我现在没有再做了 哦 因为现在就算是大师 哈哈 不要开玩笑的 哈哈 你把国师放在哪 哈哈哈 有啊 国师不写书啦 国师不写书的话要写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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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什么 当初不是有新闻说 国师不写书 然后 结果那个 他朋友就一直跟他讲 就跟阿诚讲 然后阿诚就说 哎呀 就是是太要写的 好危险啊 哈哈 那个 就是你可以每天 你就把牌放在 你桌子上 然后你每天就是 随手抽一张 嗯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就随手放一张起来 你就放在桌上 嗯 然后你就是 反正就记得那一 记得那一张牌 今天是怎样 就记住就好了 你就把它放在心里 然后呢 你回到家 一整天过完之后 你再看到那张牌 你就想说 嗯 今天有什么事情 是符合这张牌的吗 嗯 然后你就会 印象很深刻 然后你就会 以后就知道那张牌 大概是有 怎样的感觉 怎样的意思 这样 嗯 嗯 会不会讲太多哦 观众要听这个吗 哈哈 如果想学塔罗牌的 可以去试试看啦 你要开那个什么 个人教课 还是我另外再开个节目 哈哈 卡罗的节目现在有吗 有啊 现在不是有吗 Podcast呢 对啊 我记得有 真的哦 那我要去听 哈哈 我是大概国中的时候 但是我一开始 接触塔罗牌是 是真的是被他 那个艺术性吸引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他的画面好漂亮 嗯 你一开始就是伟特 我一开始就是 找伟特牌 嗯 然后 因为托特牌 哦 跟大家讲一下 有伟特牌跟托特牌 反正就两个拍戏 然后因为托特牌 实在是长得太像扑克牌 我就觉得没有 我就觉得好像没有 很很特别漂亮 但是伟特牌 就真的很漂亮 而且里面就很多细节 然后我就一开始 觉得很漂亮 所以才买的 然后后来是慢慢 就是想说 嗯 既然买了就可以试试看 来用用看 然后就觉得还不错 嗯 对 然后后来就是读了 美术系之后 就是有 看了一些 就是啊 精神分析那些 头很痛的东西 哈哈 就是发现说 居然跟神命学 有相关耶 嗯 就觉得 记得有一次 美术系的课 也是 蛮好玩的小单元 好像是 跟漫画有关的课吧 然后就是 呃 老师请你抽一 你有上过吗 老师请你 每个学生抽牌 抽塔罗牌 然后你 那个作业 就是你把它 再改成你自己的画法 嗯 哦 那你们抽到什么 忘了 我好像是魔术师 你是魔术师 但我忘记我是什么了 我是 审判 哦 都是大牌 对啊没有 他就只给 只给大家抽大牌而已 哦 因为比较 画面比较多变 哦 呀 是那个谁的课啊 那个 对对对对 我没有上他的课 我看到他的名字 我就退账了 有啊 我就是看到他名字猜选的 不是啊 我是好 好过狂 可是不是要 每次都要画什么作业 没有啊 有啦 有 超废的啊 可以超废的啊 而且漫画 你就随便画一画 那也拿高分啊 那大家还记得 我漫画社的故事吗 我在节目上讲过吗 好像有 有 有 就那个工作 而且 我上次 啊 我上次在给你们看 我还在那个社团里面 我还找到所有图片 这么尴尬 那要不要泡到IG上 我就可以 你敢 不是我画的 不是我画的 我说你画的 我不要啊 然后给大家看精灵女王 可以吧 应该可以吧 可以吗 不行吗 精灵女王 是你画的 我说他本人 还是他画的精灵女王 他画的精灵女王 不会有版权问题吗 还是就PO上去 把他眼睛打码 发现动 可以 我就可以耶 我们两个先看 我们再决定 好 我等一下再给你们看 要记住了 记住了 好 我们刚刚讲到塔罗牌跟 容格 对 之间的关系嘛 对 然后那我就来讲一下 容格 是怎么样 就是 怎么去叙述 塔罗跟精神分析 之间的关系 对就是 也不是容格 怎么样叙述啦 这应该是我 算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看完容格的 著作之后 对对 但是其实我大部分 都忘光了 因为容格 上课的时候上过 但是我忘记 后来再自己读 然后但是又忘记 容格呢 稍微先介绍一下 1875年 7月26号生日的 诗子座 好 那我觉得在看容格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他的学说 就可以 就在看的时候 可以感觉出 他对神秘学的态度 因为他的思想 其实 我觉得啦 就蛮悬的 一开始在看的时候 选蛮悬的 悬的有道理吗 悬的我觉得有道理 因为他其实是 跟弗洛伊德 算是 好朋友过一阵子 所以他们两个 很好的时候 那个 那个阶段 其实两个人的东西 蛮紧密在结合的 但后来又 又怎么样 吵架 弗洛伊德很爱 跟人家吵架 是弗洛伊德的问题吧 是吧 我觉得看起来是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什么星座 他一开始是跟阿德勒 吵架吧 好像是耶 金牛座 金牛座 你看就是 stubborn 就很固执 怎么跟放骨一样的啊 对吧 你看吧 就还跟人家吵架吧 对啊 虽然放骨是 我一样做 刚好 好时不时跟一个狮子做 都跟火象吵架耶 火象加油 对啊 可是金牛跟狮子 感觉没有到拍好吧 我觉得不合 好 蛮选的是怎么样呢 因为塔罗牌其实就是 跟塔罗牌有关的部分 我说容格学说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 集体潜意识 collective subconcision 是吗 你知道他的尾音要这样吗 好吧 集体潜意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情节 情节的话 我觉得念了complex 好 然后by the way 这个情节呢 就是大家常常在说什么 什么罗牌控 魅控的那个控 那个控就是来自于 日语发音的complex complex之类的 就是那个控啦 然后情节的话 在容格讨论里面 有分成很多种 但是那些情节 都有一个共同核心 我说情节就是比如说 有一些魅控啊 胸控啊 副控那些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控 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 那些核心就叫做原型 我没有听过副控 你说老爸的副控 我听了肚子 我想说副控是怎么 比较少见 然后反正他们这些 情节都有一个共同核心 那个东西就叫原型 然后原型呢 又有很多种 在容格的讨论里面 就是分成四大原型 叫做anima animas 阴影跟自信 自信就是 自己的自信 别的性 对 反正就自信啊 那 你要讲性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sex的那个意思啊 就是自信 也不是那个 ego吗 它是self的意思 哦是self 嗯 ok是self 然后在容格看来的话呢 这些 比如说有一些心理疾病啊 所有的心理疾病就是 这些原型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比如说你有练母情节的话呢 可能就是你的 嗯 anima 或者animas 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发展之类的 嗯哼 对 那anima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名字实在是非常之怪 对啊 你不觉得吗 你们不觉得anima 它是从哪里想到说 要叫anima anima听起来比较像中国 或是中文会讲的 anima 我没有想到那么远 哈哈哈哈 阿珠妈 我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啦 我想应该是某种神话之类的 我也觉得 嗯 因为anima跟animas 我真的常常分不清楚 哪一个是哪一个 对那anima 其实就是男人意识里面的女人形象啦 每个男人里面住着一个小女人 那就是anima 然后animas就是相反 然后这个以后 专门为大家做一个视频讲解 好 我不在cue老高 然后呢 呃 为什么会讲到原型 就是因为塔罗派里面有很多很多种的符号 它也被视为是一种原型 我们刚刚讲的四大原型嘛 它其实是 呃 容格分出来的四大原型 但其实它底下还有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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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原型 就比如说 黄 呃 那个 塔罗派里面的皇帝 牌 这张牌 四号 那 它里面那个皇帝其实也是一个原型 那因为画面中他想要 想要指的 他不是真的想要指称某一位皇帝 嗯 对 他只是要指称的是父亲啊 父权 权力 秩序 它是这些东西的原型 就诸如此类 塔罗派的大牌都是原型 就是有跟人牵扯 人物牵扯到的 是不是都可以投射一个你现实生活中的一位人 哦 那个是 对 那个是小牌的人物牌 没错 那个是可以投射在人物上面的个性 但是大牌上面 22张大牌里面的 就是比如说皇帝啊 女王啊 然后什么女祭司这些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原型 然后他 他想要指称的是 不是那个 不是真的想要指某个人 嗯 对 他是一个 呃 一个 形容 形容某一些状况的原型 对对对 那 这就跟符号学有关了吗 对不对 对 那符号学我们就是一定会讲到的是 谁 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我们有讲过他的生日吗 好像有吧 之前有 之前有 天蝎座 哦 巴特天蝎座 我有认识一只狗叫巴特 他也是天蝎座 你说奶油的那个巴特 对 哈哈哈哈 天蝎座 好那 我们来讲一下巴特好了 他其实有一本书叫做符号 奥帝国 他里面除了他自己国家的一些符号研究以外 他有牵扯到亚洲的部分 然后他亚洲的部分是锁定在日本 因为他有做一些跟日本的研究 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都有去做 一部分他有说到像是日本的能剧 还有 Pachingo Pachingo 读博的那个Pachingo 对对对 然后还有讲说语言上怎么去用这个字去做一个变化 做成为一个造型 就在视觉上成为造型 这样 所以巴特他有在focus在语言就对了 我觉得语言 有点 有点到 嗯嗯嗯 但是我也是 大概两三三年前看的这本书 你有你是读原著哦 我是说我是说就是读 罗兰巴特他自己 对啊对他自己写的 哦 那种我都觉得好难哦 可是我觉得那本算好读 哦真的吗 嗯因为他举的例子是 我们可能接触过的 而且亚洲日本也不远 哦哦哦哦 所以就比较可以吸收 对他就用很多例子来举例 就不会像是一个很悬 很碰不着编辑的一个理论 嗯在那边旋转 飘逸的之类的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tips 就顺便一下 诶可是我不知道我没有讲过 反正就是如果你想要懂一个 一个比如说哲学的思想 然后或者是像 你想要知道罗兰巴特在干嘛 但是你自己去读了罗兰巴特的原著 或是你去看了容格梦的解析 看不懂诶 容格梦的解析真的看不懂 那一本真的好难哦 是 然后真的真的 好 但是容格的那个人极其象征 就不会很难 但是我不知道梦的解析 为什么是难在哪里 然后反正就看不懂 但如果你想要真的了解的话 可以先去从 别人写容格 或是别人写巴特的这个 书去看 就会比较容易懂 因为别人就整理过了 因为他们那种就是 你知道吗 很聪明的人 他可能不太会表达 或是他们境界太高啦 对他们会迂回耶 对啊 对 好 就这样 可是写论文不就最喜欢迂回吗 也不是迂回耶 写论文要钻牛角尖 小题大座 大题小座 大题小座吧 大题小座 对 对大题小座 好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符号学 简单解释一下符号学的作用的方法好了 嗯 但真的很难哦 这个是索续耳的符号结构图 索续耳结构图 符号学 符号的作用机制 好 那整个东西我们就看到一个符号呢 我们现在 我们好 我们现在眼睛看到一个符号 比如说一棵树 不是一棵树 一个字 一个字 因为文字就是一种符号嘛 对不对 嗯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符号就是一个字叫TREETREE 嗯 就是树的意思嘛 这个字我们看到了之后呢 我们会想到 呃树 就是真正正是外面的那个街道上的树嘛 对 那这是怎么样作用的呢 那个文字 那个符号 那是什么声音 咳嗽 那个符号呢 叫做能指 就是Sign Fear Sign Fear 就是能指 然后那个真正的树呢 叫做所指 叫做Sign Fear 对 那所以这个我们符号就分成能指跟所指 那就是能指就是呃 我们可以用感官 比如我们眼睛 我们看到我们听到的那个字 我们看到的符号 那个字 就是能指 然后所指就是它真正在指 指称的那个某个东西 好 那这样子 大家清楚了吗 索序尔射手座 OK 那我们在艺术上有什么样的运用呢 艺术上运用它 它也会牵扯到符号学 就算是很微小 很微细的 也会被符号学去研究 然后它也会成为一门学科 也包括了符号的定义 跟该定义的形成的源头 就是它不是只有研究符号本身 是所代表是什么意义 它是牵扯到创作者 跟这个符号之间的关系 那符号学者 它会研究不同的生物作为参考 然后它们会以 可能是这些符号 可能来自自然界中的物体 或者是形象所形成的 那像什么 新艺术时期会有那种卷卷的 像蕨类的东西 它们其实也是从那个地方 可能是从 比如说柱子上 对对对 像木下的背景 都会有一圈一圈的那种 就有点像蕨类 那也会跟自然线 有一些相关点 那符号学者 他们会觉得说 再小的再不起眼的个别符号 就它不一定要重复的出现 就算是个别的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参考对象 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对象 那这个小小的符号 可以看得出创作者 想要传递怎样的讯息 那透过这个符号 在艺术的象征中 来理解这整个画面的一个预言 视觉预言 那它当然也有非符号性 非视觉符号的部分 像是音乐啊 好对 它像电影里面 为什么会用这个感觉的音色 来表现现场当下的那个气氛 那是也可以研究 就是比如说 大家就会知道是什么样的 对 大家就会有一个共同的共识 说这个可能现在是惊恐 或者是 对对对 他们就会有一个集体的潜意识嘛 对这个就是我刚刚忘记讲 那个荣格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 那四大原型是我们人类共同拥有的四大原型嘛 那东西是不用学习的 就是那个东西是所有人类都有 不管你是哪个文化背景 哪种宗教背景 好 那什么国家 你在你只要是人类 你就会有那四个原型 对 那个东西是透过基因啊 或者是所谓的共同潜意识 来交流的 对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听到 对就是音乐这件事情很神奇 为什么我们听到开心的音乐 就每个人听都是开心的 不会有人说听到开心的音乐 好像就是每个人听 就是比如说某个人听什么 有没有什么很开心的音乐 不是啦 有的人可能会听到 还是来跟我们聊天呢 对啊 这段音乐说不定大家就 就觉得很 会有 应该不会有人觉得很sad吧 应该是不会啦 像这种轻快是什么什么 什么大调 不知道什么大调 反正就是和弦 的东西 嗯 就大调小调 小调就有一个 声或降音 那他就是会 可能会 偏向悲伤 或者是 一种悬疑的感觉 你觉得是学习来的吗 我觉得可以不用学习 他可能在前一诗里面就是这样 对 我觉得音乐是蛮神奇的 蛮神奇的 不能说怪啦 就是很悬 因为视觉它是 我觉得它是一个主动性的 就是你要看到 也有一个被迫性啦 就是你要看到 然后视觉它不一定可以成为 集体的符号 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牛年嘛 就是在印度教 牛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 对啊 神圣的生物 但是在我们 台湾可能不是姓伊山教 或是什么啊 什么叫 没有伊山教是猪 哦 所以是印度教的 对 就他们除非在台湾的话 他们也会对牛很尊敬 可是台湾可能是 可能一些务农的 嗯嗯嗯 会对那种 呃 羊 牛很尊敬 对对对 但是就是像这种符号是 要全球都知道的时候 它才会成为一个集体性的符号 嗯 像是笑脸 我们都被训练过 两个点加一个虎线 就是笑脸 但是如果没有人去跟他说 这个是笑脸 那会不会他完全就不知道 这是笑脸 嗯 这是个很难的问题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很难 对 而且当符号它越偏离自然的时候 它越需要被学习 哦 对对对 像笑脸它也是人工 人为的一个 简化来的符号 嗯 那刚刚都说到符号学吗 嗯 可是我们自己的作品 好像没有太多的符号 在里面 嗯 我自己也觉得我没有很多 不过好像稍微 嗯 就是我作品里面会有一些圈圈 时不时会出现一个大圈圈 小圈圈这样子 然后那个圈圈也不是说 就是很圆的圈圈 它是一个痘痘圈圈 哈哈 很像一个红痘 哈哈 反正呢 那种东西就可以叫做是符号了吧 可以啊 对啊 就是有一个重复 也不见得一定要重复出现 反正就是一个 一个形象吗 嗯嗯 对那个可能可以指称某一些事情 那我不 不跟 就不跟大家分享是什么了 对 就有些看起来是 就只是一个线条 嗯 但它 背后 以集体潜意识来说的话 它一定会有一个理论说 圆形可能代表什么 嗯 有那种符号学的书 有会介绍说可能 埃及古希拉 它们代表是什么意思 然后现代又代表什么意思 圆形可能是据点 或是什么 然后三角形可能是危险 或什么 嗯 然后 可能红色加三角形 就是一个警告表示 就会有一直 延伸出来的东西 但是 在艺术的领域中 它不能用世界 不是 用世界的 既定的定义 去定义你的作品 它是必须要套入到 那个 作者本身 对 它的生活内容是什么 对 就会有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那就是 那就是 呃 艺术家自己的符号 那个就是你要 你要知道说 那个符号到底什么意思的话 你就要去看那个艺术家的 比如说生活背景 嗯 或者是他 呃 生命经验是经过了什么事情 就没有办法说 哦 那个圆圈就是 啊哈 怎么样 就不是这样子 嗯 书上写说圆圈就是一个 终结吗 或者是一个圆满吗 不一定 不一定啊 说不定对人家来说 圆圈是 披萨 披萨 对啊 就你要去看那个艺术家 为什么要花那个圆圈的话 你就是 反正那个那种 就是大家在创作的时候 那个符号 是 呃你自己创作的时候 可是如果没有共感 是不是也无效 还是没有差 你觉得 作者意思 对啊 你看那个罗安巴特 自己写一个符号学的书 然后又说作者意思 真的就是要让大家 自己去诠释那个 符号的意思 对啊 当然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训练说 你可以有一个集体潜意识的方式来认识这个艺术品 嗯 但是你也要想一下就是 背后有没有更深入的东西可以探讨 嗯 也不能全部都是作者就一言堂嘛 对啊 所以还是要 嗯 好就这样 哈哈哈哈 确定吗 呃还是要怎么样 因为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很矛盾 也不是说矛盾就是有点tricky的 就是呃我们说作者在画面上做的那个符号 不一定是那叫什么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个意思 他可能是要看作者的就是他自己的脉络 嗯 但是好像又不能全部都是只是作者自己说 哦 我画这个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意思 好像还是有别人要可以解释的空间 嗯 对啊 那这样子就是 怎么样 拉扯 呵呵呵 他可能要在中间找到一个完美平衡 就会是好作品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有点难 我觉得不一定吧 不一定嘛 不一定要平衡 不一定要平衡是不是 反正就是如果大家都看不懂 可是到底是要做给别人看懂 还是要满足自己的 对好像还是有很多种方法耶 嗯 那你们觉得呢 自己做爽的 自己做 哦然后再解释 对 还是不一定要解释 不一定要解释啊 他可以就像你办一个个展 你可以先讲一下你大概的想法是什么 嗯 对 然后当然他们就会因此的套入你的世界之后 可能理解作品会更容易 嗯 就是对于一些不想想的人来说 会更容易一些 但是如果有想 其他想法当然更好啊 我觉得当你的量 作品量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说不定就会把 你的那个符号 属于你自己脉络里面的那个符号 会变成一个事实 嗯 对 如果你的量够多的话 他就会变 他可能也许某一天会变成 呃 大众所认知的符号 就比如说 我随便乱讲个例子好了 那个 春上龙 嗯 他 说不定他没有红的话 他那个小花 说不定根本没有人 就是 看了小花 啊 小花 怎么样 然后但是他 一旦他 量 作品量够多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知道 那个小花的符号 就是春上龙的意思 嗯 嗯嗯嗯 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吗 我可以做这个结尾吗 是可以啦 但是 你说那个量多的话 他不一定是 他不一定一定要 透过特定的符号 就是他不一定要 一样的符号 才可以做一个 完整的解释 就像是 可能你到魔法学院 然后你可能出阶之后 还在雕那个魔法 嗯 那个杖 魔法杖 魔杖 魔棒 魔杖 魔法 对 然后他没有分那个阶级嘛 你可能就 透过分级的方式 你去累积很多 不一样的作品 嗯 之后 大家再回顾你 这可能 六年七年的 一个成果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知道 你的脉络是怎么走的 会看到一个发展 对 看到一个发展 会不会走错学校 应该要去美术系 哈哈 我觉得美术系 其实就是魔法学校的一种 对 只是学费有点贵 哈哈 对 人家三十块 就可以拿到魔法证书 还是那个三十块 是只有注册费 然后那个学 就是什么学杂费 对 学分费 还有什么材料费 都另外计算 可能魔药学会 就是要买一些材料之类的 不知道耶 好 很想要去了解 对呀 好 那今天就先这样 那喜欢我们的听众 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 跟KKbox上搜寻 最新一集的阿特茶水间 Apple用户在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 也可以到IG及FB 搜寻阿特茶水间 帮我们按赞 追踪加分享 YouTube会晚一周上传 相应于我们联系 下方资讯栏 有我们的email 欢迎来信 那下次再见咯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你觉得大家新年 有想要听鬼故事吗 不然讲一个吉祥话 对我应该讲鬼故事 我们新年有要听鬼故事的吗 吉祥话 嗯 鬼新娘 哈哈 有没有就是 鬼跟 喜庆结合 有啊 那个啊 诶不能说喜庆 就是 冥魂哦 对啊 那个真的 我真的觉得你 很推荐你去看 真的好可怕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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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电影吗 电影叫 诗艺 国片 吴康仁跟 谢欣赢演 哦 谢欣我 你不喜欢 我不喜欢 怎么了 他长得像鬼了吗 不是他 他表演 我觉得他太浮夸了 哦 没有 那个诗艺里面 你看不到他浮夸眼睛 因为他是一只鬼 哦 哈哈 他没有表情 好 睡睡平安 拜拜 这什么是睡睡平安 因为我们昨天摔破一个 桃的杯子 哈哈 所以粉丝要送个杯子来 是不用啦 拜拜 拜拜 我刚突然想到啊 那个 如果就是不是有 制作魔杖的课程吗 对啊 那如果你们制作魔杖啊 你们会制作 哈利波特那种魔杖 还是是 骷髅魔法石那种魔杖 哈哈 呃 如果是真 如果是真 真正的巫师 他们的魔杖会比较像 哈利波特那种 哈哈 哎 骷髅魔法石那个 他比较屌的是 他可以收纳 哦 对 他可以这样子 他会变成小小的 钥匙 对 我想象就是 大家都很认真在刻 那些魔杖的戏机 然后就是骷髅魔法石 就旁边的人 竟然在刻一个爱心 旁边有翅膀 哈哈 哈哈 讲到骷髅魔法石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每次吃火锅的时候 如果有那个 玉米笋的话 玉米笋不是都会切一段一段的吗 然后就会有一段是 就会有一个小段是尖尖的吗 对对对 然后就会拿那个筷子去戳他 我就会说 封印戒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 啊 啊 干嘛 几岁了 哈哈哈哈 谁没拍到骷髅魔法石啊 哈哈 其实我不记得哎 我是长大有 就是忘记谁跟我讲说什么 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啊 小鹰 小鹰 他哥哥 是gay 对啊 我很意外耶 怎么会 他哥是gay 跟雪兔是不是 好像 对啊对啊对啊 是哦 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 他哥很帅呢 雪兔也蛮帅的啊 哦对啊 就是斯文型 我真的完全不记得 怎么会他们在卡通里面就是两 就一对啊 就不会去注意他们啊 怎么会 他们又不重要 蛤 雪兔不是也是会变身吗 对啊 可他是坏人吗 他不是啊 诶 他不是吧 他不是吧 那他出现干嘛 保护小鹰 他好像有翅膀 他不是会变成另外一个 我真的忘记了 我真的忘了 还是要再回锅看 重看一次 他有点多呢 他也是塔罗牌啊 他是东方的塔罗牌啊 对 对 而且他一个就有一个 能力 一张牌就有一个能力 他就等于是把你塔罗牌的 所有元素都拆解开来 对对对对 他可以同时用很多张吗 我有一点忘记了耶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不过他那个玩具反抖城有在卖他的那个牌卡 哦 应该也可以拿来占补吧 我想 我也觉得 应该什么都可以拿来占 占一下 对啊 好 那我们要进来吗 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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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